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和隐语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那能救你灵魂的道 那弟兄姐妹换句话说 我们的灵魂是需要继续的被拯救的 那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在我们的魂里面 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意志 那今天告诉我们说 她说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 我们知道什么的 就是前面讲到的 所有一切好的都是从天部那边来的 那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神 按着他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我们在万物当中了 我们好像出手的果子 那现在呢 那我们既然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表达我们是这样子很特别 我们是神的 神特别的创造 在我们这些人有什么 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生活 接下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个人要怎么样呢 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那这个很重要 那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是听得很慢 但是说得太快 你只要记得 那这个说得太快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这一言寄出 四马难追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 你需要考虑清楚 你才要说 西律呢 就是说得太快 结果呢 他不得不在众人面前 他就承诺了一件事 结果他就杀害了这个限制 这个施起约翰 那其实对西律来讲 他是不愿意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说得太快 犹太 犹大犹是一样 他说得太快了 是不是 三十辆就把耶稣给卖了 如果是他多想一点 可能一百两吧 耶稣怎么只三十辆呢 是不是 那其实他就是 这个 就是他的动作太快 那彼得也是一样 他说得太快了 他说 众人都跌倒 我总不跌倒 弟兄姐妹 他真的说得太快了 结果他竟然在一个死女面前 两次不认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求主保守你们 你一定要认识 当我们说得很快的时候 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对我们自己太有把握 我们觉得 我的判断绝对不会错 不 弟兄姐妹 我们的判断常常都是错的 常常都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资讯 第一个 我们的资讯不太 不是不完全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 那比如说 你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很容易 就是去批判一个人 做一对一件事情 就下一个论断 弟兄姐妹 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 而我们是 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认为我们是 我们是全两都知道 那不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是错误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那弟兄姐妹 这个怒气一来的时候 这一切就是显明了我们的状况 所以弟兄姐妹 雅各告诉我们说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会听话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这个问题 第一个 学会听话 那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那我们常常还没有听懂别人说什么 我们就已经先说了 这个习惯是不行 不行的 那我老师老师就 尼托森弟兄 他就说 一个要侍奉神的人 最先要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听了能懂 那为什么听不懂别人讲的话 因为我们太主观了 是不是 我们不能进入别人的感觉 并且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没有爱跟忍耐 去听别人说什么 那所以求主难待我们 是不是你记得 这个今天姐妹就分享了她自己的事情 跟她先生有一些的争执 那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听别人的对方讲什么 而我们的主观的观念是 我不是说哪一个人对跟哪一个人错 那其实常常我们 我们常常所在生活当中 很多的纠结 都不是在重大的事情 都在很小的事情 但是很小的事情 就显明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呢 弟兄姐妹 第一个我们要脱去一切污秽 脱去 那这个雅各给我们很简单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脱去 一个是零售 那脱去 他说脱去什么 一切的污秽 和淫于的邪恶 对 弟兄姐妹你要记得 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这些东西是要脱掉的 你一定要把它丢掉 那弟兄姐妹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自我 在自我的里面 还保有的一些的东西 弟兄姐妹别忘记 只要是天然生命里面的东西 都是抵挡神的 都是抵挡神的 不管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讲 但是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认知我们的状况 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东西 是我们需要定调的 那我们会产生的偏见 我们很容易听 那喜欢 我们喜欢听 那对我们好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听的 那这些东西 为什么就是因为 里面有个隐移的邪恶 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东西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把它挪去 那积极的是什么呢 就是领受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 那弟兄姐妹 这个道当然就是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很充满感恩的心 现在我们每一天都有 一百多个人 一百三四十个人 我们就是每一天读四章圣经 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把这个养成 现在这个医院已经这样结束 那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习惯 就是每一天能够把四章圣经读完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栽种栽种 这一个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 所以弟兄姐妹 有人跟我讲说 牧师我要怎么办呢 我读完了我就忘记了 弟兄姐妹 你以为你忘记了吗 不是的 那其实那些东西 只是你 你不知道怎么样把它 这个记起来 那没有关系 弟兄姐妹 其实都已经存在你的心里面 圣道的时候 圣灵会点出来 让这些所栽种的道 能够出来 那弟兄姐妹感谢助 每一天 为什么我们要读祷告呢 弟兄姐妹就是预备好 让我们的心田 使这些栽种的道 能够在一个柔软好的心中 在心田里面 让他能够生根 然后能够向上发芽长大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每一天我们都在神面前 灵兽灵兽灵兽 弟兄姐妹 我们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改变 弟兄姐妹 的确 这个拯救是一个一生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我们越来越脱去 我们就越来越灵兽 我们越灵兽 我们就越脱去 越脱去 我们就越灵兽 弟兄姐妹 你知道一年以后就不一样 不要讲一年 三个月 你的状况就不一样 上帝祝福你 祝福你 这个开始的这个假期 每一天充满着上帝的恩典 祝福 如果你没有离开桃园 记得明天是我们的 这个年前的这个崇拜 我们要祝福你 你来的时候 明天我们要充满的感恩的心 就是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给我们 这一新年的压岁钱 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祝福 我们要让你能够领受这个祝福 来过这个年 主与你同在 如果你出门了 你回到家乡了 其实也不要忘记 主日就是主日 主日就是主日 不是因为你放假了 我们就不去 就停止聚会 你要在当地 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 就去那边 还是一样去崇拜 弟兄姐妹 别忘记 你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我们 主与你同在 我们